哈利路亚 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 大家平安 愿主耶稣在安息圣日 师父给我们 愿主耶稣在安息圣日 赐福给我们 保守我们身心可以得到平安 保守我们身心得到平安 晚上我们来查考 宝座安置在天上 我们今晚来查考 宝座安置在天上 宝座就是神的宝座 就是神的宝座 就是神临在的地方 就是指着得救的教会 就是指着得救的教会 也就是神为王来治理教会 就是神为王来治理教会 来看启示录的第四章 我们请看启示录的第四章 启示录四章我们看第二节 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 四章二节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这里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 就是在进入到另一个灵界里面 他进入到另外一个灵界 看到另一个异象 他见到另外一个异象 那就是看到未来真教会的建立 他就是见到未来真教会的建立 在第一节有谈到 他首先看到天上有门开了 他第一节说到天上有门开了 这个就是得救的恩门重新开了 一个就是得救的恩门重新打开 也就是得救的教会重新建立 就是得救的教会重新被建立 那他在第一章里面初次听见那个吹号的声音 在第一章他说到初次听见的吹号声音 对他这样子说 就和他这样说 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 这个是主耶稣所说的话 说你上到这里来 说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那以后必成的事就是指着真教会的建立 以后必成的事就是指着真教会的建立 那之后所有的一切事都跟这个教会有关 跟着以后的事都跟一个教会有关 就是教会成为一切的中心 就是教会成为一切的中心 所以以后必成的事 所以以后必成的事 重点就是在讲教会 重点就是在讲教会 所以他就马上被圣灵感动 所以他就马上被圣灵感动 就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他就见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宝座就是指着神临在的地方 宝座是神临在的地方 在旧耶时代指着圣殿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43章 我们请看以西结书的第43章 以西结书43章第6节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 有一人站在我旁边 第七节 他对我说 人子呀 这是我宝座之地 是我骨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 在以色列人中 直到永远 到这里就可以 那这里从殿中有话 对以西结先知这样说 说人子呀 这个是我宝座之地 说人子呀 这个是我宝座的地方 就是主得荣耀的地方 就是主要得荣耀的地方 因为他的宝座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的宝座在这里 也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也是我脚掌所踏的地 就是他要住的地方 就是他要住的地方 他说我要在这里住 他说我要住在这里 在以色列人中 直到永远 在以色列人中 直到永远 所以这里的宝座 就是指着圣殿 所以这里的宝座 是指着圣殿 那这个就是神住的地方 神显荣耀的地方 这个是神显荣耀的地方 那这一期的时代就是指着教会 新月时候就是指着教会 我们可以看 有所书的第二章 我们请看以色列人的第二章 有所书二章 我们看二十一节 以色列人二章二十一节 二章二十一節 以色列人二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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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祂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作 这里讲到圣殿被建造渐渐地完成 圣殿就是指着我们弟兄姊妹 圣殿就是指着我们弟兄姊妹 你们也靠着祂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 圣殿就是在讲教会 圣殿就是指着教会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 我们就是神的灵 我们就是神的灵 这个就是神的宝座 神所要灵在的地方 这个就是私恩座 也是审判的宝座 也是审判的宝座 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 叫门徒要去传福音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不信的要被定罪 一方面就是私恩 一方面也是审判 另外一方面也是审判 这个就是借着教会 一个是藉着教会 因为教会就是祂的宝座 因为教会是祂的宝座 是祂施行祂权柄的地方 是施行祂权柄的地方 所以有私恩也有审判 所以有私恩也有审判 那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宝座 是安置在天上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宝座就是教会 我们刚刚讲过 宝座就是教会 教会不是在地上呢 怎么在天上呢 教会不是在地上吗 为什么说在天上呢 这里所讲的天上的含义 这里指着天上的含义 就是属天的属灵的 不是属地的 不是属魔鬼的 不是属地 不是属魔鬼的 这个就是安置在天上的含义 一个是安置在天上的含义 我们来看《乙无所书》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乙无所书》的第二章 《乙无所书》二章我们看第六节 《乙无所书》的第二章第六节 二章六节 《乙无所书》二章六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那这里讲跟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这里说跟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就是指着我们信主死而复活 就是指着我们信徒死而复活 第五节讲我们以前是死在过患当中 第五节说我们以前是死在过患当中 神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合过来 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亦都一起坐在天上 基督复活之后 祂就升上高天 基督复活之后就升上高天 在天父的右边 祂坐在天父的右边 今天我们信了耶稣 今天我们相信了主耶稣 同样的我们这个灵性已经复活 同样的我们的灵性也都复活了 从此我们就是属天的 从此我们是属天的 就是属于神的 是属于神的 所以这个宝座是安置在天上 所以这个宝座是安置在天上 就是有属神有属灵的含义 我们可以再看启示录的二十章 启示录二十章我们看第六节 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六节 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 升级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那这里再讲头一次复活 就是受洗灵性复活 第二次复活就是受洗灵性复活 这种人有福气 这种人有福气 因为他已经圣洁了 因为他们已经升级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第二次的死就是硫磺火腑的显滑 第二次的死就是硫磺火腑的刑法 说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基督就是这个祭司就是可以来服侍神的 祭司就是可以服侍神的 为人献祭的 为人献祭的 那这个就是指着我们现在的身份 这个指着我们现在的身份 可以为人代祷 可以为人代祷 并且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并且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个一千年就是教会时代 一千年是教会时代 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就是跟主为王 我们受洗之后是跟主一起做王 我们就是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就是跟主一起坐在天上 因为教会是他的宝座 因为教会是他的宝座 他的宝座是在天上 他的宝座是在天上 不是在地上 不是在地上 这个就是说我们是属天的 不是属地的 并不是属地的 所以启示录里面 所以启示录里面 把我们得救的人 都讲成是属天的 把我们得救的人 讲成是属地的 把不得救的人 讲成是属地的 像不得救的人 讲成是属地的 启示录的属天属地 有这样的用法 启示录的属天属地 有一种用法 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的十二章 我们可以看启示录十二章 启示录十二章 我们看十二节 启示录第十二章 第十二节 十二节 第十二章 十二章 十二章 所以属天 我属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又和了 因为魔鬼知道 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 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这里是讲到 撒旦被摔到地上 一度讲到 撒旦被摔到地上 十二节说 诸天跟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要快乐 十二节说 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要快乐 因为撒旦已经被摔到地上了 因为撒旦已经被摔到地上了 他已经不能再控告 他已经失败了 说地跟海有灾祸 说地和海有灾祸 因为撒旦来就带来灾祸 因为撒旦来到就带来灾祸 七号里面的最后三号 七号里面的最后三号 叫做祸灾祸灾祸灾 这三号都是针对住在地上的人 这三号都是针对住在地上的 我们属灵的人不会受这些害 我们属灵的人不受这些伤害 神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了 神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 所以这个祸灾 是针对不信的人 所以祸灾是针对不信的人 第一个灾 就是有蝗虫从无底坑挥上来 第一个灾是有蝗虫从无底坑挥上来 只伤害额头没有神印记的人 只是伤害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这个就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 一些就是针对不信的人 所以这里讲地跟海有灾祸了 所以这里说地和海有祸了 因为它气昏昏地下到地上来 因为它气昏昏地来到地上 就带来很大的灾祸 就带来很大的灾祸 那这个属天的就是讲我们得救的信徒 属天就是指着我们得救的信徒 属地属海的 这个就是讲这个世界 这个罪恶的世界 属地属海就是指着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可以再看启示录十三章的第六节 我们可以看启示录十三章的第六节 第六节 受就开口向神说 蝕毒的话 蝕毒神的名 并祂的障礙 以及哪些住在天上的 这支说 他就开口向神讲蝕毒的话 一支受开口向神讲蝕毒的说话 就是蝕毒神的名 是蝕毒神的名 就是主耶稣这个名 就是主耶稣的名 还有祂的帐幕就是指着教会 还有祂的帐幕就是指着教会 还有那些住在天上的 就是讲我们这些得救的信徒 还有那些住在天上的 就是我们得救的信徒 这里讲住在天上 不是已经回到天家了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属天的 就是得救的信徒的意思 是属天属灵信徒的意思 我们再看启示录的十九章 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第十九章 启示录十九章我们看十四节 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 在天上的众军 骑着白马穿着细麻布 又白又杰跟随他 这里讲天上的众军 这里讲天上的众军 就是讲我们圣徒而已 就是讲住我们的信徒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天的 基督率领我们做最后的征战 基督率领我们做最后的征战 这个时候的信徒都非常地完全 这个时候的信徒都是非常完全 他们跟随基督要打胜这一场属灵的战争 他们跟随基督要打胜属灵的战争 所以这个天上的众军就在讲我们地上的圣徒 所以天上的众军是指着我们属灵的信徒 就是还住在地上的 不是已经在天上的 不是的 就是还在地上不是在天上的 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天的 但我们的身份是属天的 所以这里讲的这些都是指着还在地上的教会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指着在地上的教会 所以教会是属天的 所以教会是属天的 我们再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第二节 二十一章第二节 第二节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就如身符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指着得救的真教会 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指着得救的教会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已经预备好了 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 在哪里预备在天上预备 在哪里预备呢 在天上预备 谁来预备神自己预备 谁来预备神自己预备 就向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由自身符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所以第九节就在讲这个是羔羊的妻 所以第九节说这个是羔羊的妻 第十节就指示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第十节就讲到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这个就是羔羊的妻 那个是羔羊的 就是指着教会 就是指着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原本就是除天的 所以教会原本是属天的 在天上已经都建造好了 在天上面已经建造了 从天而降 降到地上来 所以看起来是在地上 看起来好像在地上 其实是属于天的 其实是属天的 所以说这个宝座是安置在天上 所以说宝座是安置在天上 这个是我们信徒对自己要有的一个了解 这个是信徒对自己要有的了解 我们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 我们是属天不是属地的 那再看回来启示录的第四章 看回来启示录的第四章 第四章就讲第二节讲宝座安置在天上 第二节讲到宝座安置在天上 然后又讲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的 跟着也都讲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面 这个就是神 一个是神 那第三节就描写坐在宝座上的这个特色 第三节讲到坐在宝座上面那位的特色 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 启示录四章第三节 这里再讲到这个坐宝座的跟宝座的特色 这里我讲到坐宝座的跟宝座的特色 这个坐在上面的那一位好像碧玉跟宝座 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位 好像碧玉又似红宝座 那碧玉跟红宝座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 碧玉和红宝座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 代表着神的荣耀 是代表着神的荣耀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 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十一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十一节 十一节 二十一章十一节 十一节 这里讲城中有神的荣耀 这里讲城里面有神的荣耀 那个城的光辉 所花出来的光 好像很宝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又名如水晶 碧玉就是在描写神的荣耀 碧玉是描写神的荣耀 也就是这个城的荣耀 因为神就是在这个城里面 因为神在城里面 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殿 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殿 宝座就在那个地方 宝座在那个地方 那既然神像碧玉又像红宝石 神竟然是似碧玉又似红宝石 那这个碧玉就是在讲神的荣耀 碧玉是指着神的荣耀 再看第十九节 我们再看过来第十九节 十九节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南宝石 第三是六玛露 第四是六宝石 还有二十节 二十节 第五是红玛露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玉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红碧玉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露 第十二是紫针 那这些就是各样宝贵的宝石 这些就是各样很宝贵的宝石 那第一个就是碧玉 第一个是碧玉 第六个是红宝石 第六个是红宝石 所以这个就是用这两个来做一个代表 就是用这两个来做代表 那这个就是代表神成的荣耀 是代表着神成的荣耀 所发出来的光辉 所发出来的光辉 那个光就像宝石所发出来的光一样 那个光辉 就像宝石所发出来的光一样 以录所书的第一章 以录所书一章 我们看第六节 以录所书的第一章 第二章 以录所书一章 第六节 第六节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这里讲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这里说令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那这个荣耀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呢 这个荣耀的恩典是什么呢 就是从第四节开始所讲的 就是从第四节所讲的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所以这个荣耀就是讲教会的圣洁 圣洁就是一种荣耀 圣洁就是一种荣耀 那又因爱我们造自己的旨意 预定我们借耶稣得儿子的名分 这些就是神荣耀的恩典 一些就是神荣耀的恩典 所以教会神荣耀着神的荣耀 因为神荣耀的恩典在教会里面 因为神荣耀的恩典在教会里面 教会的荣耀重点就是放在圣洁上面 教会的荣耀重点是放在圣洁 圣洁就是一种荣耀 圣洁就是一种荣耀 看《以法所书》的第五章 五章二十六节 五章的第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五章二十六节 要用水值着度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二十七节 这个就是教会的荣耀 一个是教会的荣耀 所以谁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这样就可以献给自己 就是基督做个荣耀的教会 这样就可以献给自己 就是基督做一个荣耀的教会 这个是基督的爱 祂的牺牲所得到的果效 这个是基督的爱 祂的牺牲所得到的果效 所以教会的荣耀就是指着教会的圣洁 所以教会的荣耀就是指着教会的圣洁 那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最宝贵就是圣洁 这个是教会得到主耶稣保血的结晶 所以教会得到主耶稣保血的结晶 能够成为圣洁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 所以这个宝座坐在上面的 像碧玉又像红宝石 这个就是讲祂的荣耀 这个荣耀就是教会的荣耀 这个荣耀是教会的荣耀 因为这个宝座就是教会 因为这个宝座就是教会 所发出来的荣耀 所发出来的荣耀是教会的荣耀 就是今天主洁净了我们 就是今天主洁净了我们 这个就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恩典 这个是极其宝贵的恩典 就是能够在主面前成为圣洁 那这个就是做宝座的形象 也是在强调教会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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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圣洁 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洁净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洁净 这个不是平常的事情 一个不是平常的事情 这个是极其大的恩典 一个是极其大的恩典 极其宝贵的恩典 是极其宝贵的恩典 所以我们得到洁净 就要很看重很珍惜 我们得到洁净就要很珍惜很宝贵 不要再去那种罪恶的生活里面 回去那种生活里面 不要回去那种罪恶的生活里面 再来看这个四章的第三节 看回来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三节 最下半段这样讲 下半段这样说 又有红围着宝座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好像绿宝石 那这个也是一种荣耀 绿宝石也是一种荣耀 绿宝石也是一种荣耀 花出荣耀的光辉 那红有什么特色呢 红有什么特色呢 代表什么含义呢 是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那我们可以来看 创世纪的第九章 我们可以来看创世纪的第九章 创世纪的第九章 我们看十三节 创世纪第九章第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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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红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作我与地纳约的纪彩 十四节 我思云彩蓋地的时候 必有红燃在云彩中 甚至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 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 所纳的药 水就不再泛滥 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料 16节 红必燃在云彩中 我看见就要纪念 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 所纳的荣药 这个约就是以红作记号 这个约是用红来做记号 神不再用红水来毁灭世界 神不再用红水毁灭世界 这个就是在讲神的慈爱 这个是说到神的慈爱 跟神的平安 和神的平安 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 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四章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 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四章 看第九节 第九节 五十四章九节 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第九节 旧的圣经八百六十六页 第九节 这事在我好像罗亚的洪水 我怎样起誓不再使罗亚的洪水 慢过遍地 我亦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 也不施责你 第十节 第十节 大山可以落开 小山可以来移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这事连述你的 也会话说的 所以这个红 这个绿约 就代表神的慈爱 所以红的纳约 是代表神的慈爱 这个约 就是平安的约 这个约 就是平安的约 围绕着宝座 所以宝座的周围有红围绕着 那宝座是教会 宝座是教会 也就是在讲神的慈爱 神的平安 都一直跟教会同在 就是神的慈爱和平安 都与教会同在 围绕着教会 围绕着教会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祂的慈爱跟祂的平安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祂的慈爱和平安 因为是红围绕着整个宝座 因为是红围绕着整个教会 那神的慈爱和平安 怎么临到我们呢 神的慈爱和平安 要怎么临到我们呢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看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 但保卫斯就是福音我的名 所要差来的圣灵 祂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支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将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受烦 也不要胆怯 这里就是在讲神怎么样 祂的慈爱 祂的平安 怎么样临到教会 这里就是讲到神的恩典平安 怎么临到教会 就是借着保卫斯圣灵 就是要借着保卫斯圣灵 祂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 各样事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每件事都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让我们走的路不会偏差 不会错误 让我们走的路不会偏差错误 能够一直保守在神的爱中 可以一直保守在神的爱里面 也会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也会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说话 晓得怎么样来应用神的话 想到怎么去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你照这样去做 神的福就临到你 神的话你照着做神的福气就临到你 你在什么事上遵行神的话 在什么事上神就赐福给你 像亚伯拉罕神在一切事上赐福给他 好像亚伯拉罕神在一切的事上赐福给他 那这个就是要靠圣灵带领 这个就是要靠住圣灵的带领 所以今天圣灵来就是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恩典的道路上面 所以今天圣灵来都是要带领我们走在恩典的道路上 所以二十记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并不是好像世人所赐的 世人所赐的就是强调的就是环境上的平安 世人所要的是环境上的平安 但我们主赐给我们的强调的是心灵上的平安 心灵的平安才是真平安 心灵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 有些人虽然环境平安心里不见得平安 但我们在主里面即使环境不平安 心都可以平安 但我们在主里面就算环境不平安 心都可以很平安 这种才是真正的平安 这种才是真正的平安 这种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 所以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因为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的旨意 因为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要做什么路要做什么事 我们神的旨意看得很清楚 我们要做什么事行什么事 神的旨意看得很清楚 神的旨意就是好的 我们看得出好在哪里 怎么会没有平安呢 那怎么会没有平安呢 当然心中就很感谢神 当然心里就很感谢神 心里就有平安 心里有平安 有时候还没有看出神旨意的时候 有时候还没看明神旨意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会有愁怀 我们心里会有愁怀 甚至有害怕 或者会害怕 因为还看不到神的旨意好在哪里 因为我们看不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 那如果有愁怀 有害怕 但如果有愁怀 有害怕 就要继续祈祷 要继续祈祷 要晓得依靠圣灵 自然圣灵会帮助 这些愁怀 可以消除的 害怕 可以消除的 最终一定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你看到的教会就是这个红围着整个宝座 所以你看到的教会是红围绕着宝座 因为这个是神要施恩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神要施恩的地方 神要施平安的地方 神要施平安的地方 这个就是宝座的一些特色 这个是宝座的一些特色 就是在描写教会的情形 是描写着教会的情形 因为所讲的宝座就是在讲教会 所讲的宝座是在讲教会 那做宝座上的种种的表现 宝座上面那种种的表现 其实就是教会的荣耀 就是教会的荣耀 再看回来四章的第四节 看回来第四章第四节 启示录四章四节 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站上座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带着金冠面 这里紧接地在讲这个宝座的座位 这里紧接下来讲到宝座的周围 有二十四个长老 有二十四位长老 那在第六节的地方 在第六节的地方 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 像水晶 那宝座中跟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 这在中文的宝座中语本这样翻译 在宝座的四位 在宝座每一面当中 在宝座的每一面那里 都有一支合物 都有一个活物 四面共四支 四面总共有四只 所以这四个活物是跟宝座最接近的 再来就是二十四个长老 再来就是二十四位长老 然后就是到十一节有讲到 在更外面有很多的天使 十一节讲到更外面有更多的天使 在启示录五章的十一节 在启示录五章的第十一节 说我又看见听见宝座并何物长老的周围 我又听见在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 有很多天使的声音 有很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千千万万 他们的数目千千万万 所以天使又在外面一环 所以天使再在外面一环 到第七章十四万四千人 他们来就是来到宝座面前 宝座面前就是玻璃海 就是在主的面前 要来到主的面前 所以以整个宝座来讲 中间就是神坐在那里 再来就是在五章的第六节 再来是五章的六节 说我又看见宝座并似何物并从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宝座的正中间 宝座的正中间 就是四活物圈和长老圈的正中有羔羊站立 在四活物圈和长老圈的圈中间有羔羊站立 所以神和羔羊其实是同一个宝座 不是两个宝座 不是两个宝座是同一个宝座 这个是很奇妙的 这个到后面我们会讲得更清楚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神羔羊在这个宝座 这个就是正中间 所以神和羔羊就在宝座的最中间 然后就是有四活物 再来就是有二十四位长老 再来是二十四位长老 然后前面就是有十四万四千人 前面有十四万四千人 最外围就是天使 最外围是天使 那这个就是整个宝座的情形 这个是整个宝座的情形 其实这个就是在讲得救的教会 这个是讲得救的教会 我们最后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 我们最后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二节 十二章第二十一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 新约圣经三百二十五页 二十二节 你们乃是来到石安山 永生神的成日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有明禄在天上诸长子 之回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承传之义人的认为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并身弱的忠保耶稣 以及所沙的血 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这一切就是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 就是指着得救的教会 在启示录四章就是在讲宝座 所以里头这些东西都有 有天使 有明禄在天上的长子 有明禄在天上的长子 就是得救的信徒 是得救的信徒 有审判众人的神 有审判众人的神 被承全义人的灵魂 还有新约的忠保耶稣 身弱的忠保主耶稣 还有祂所沙的血 都在教会里面 还有祂所沙的血都在教会里面 因此这个宝座 其实就是在讲整个教会的情形 所以这个宝座是讲整个教会的情形 所以讲到未来的事 第一个看见就是天上有宝座出现 第一个看见就是天上有宝座出现 就是在描写真教会的情形 就是描写真教会的情形 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中心 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 就是这个宝座 就是宝座 好 我们晚上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晚先讲到这个地方 有关这个宝座我们还要再讲一次 这个宝座我们还要继续讲一次 好 我们来唱诗良悟